農曆年要換上新的春蓮還有年畫 年畫題材有辟邪的門神 還有象徵福樂平安的圖案 他們主要都是以板印的方式 印製在大紅紙上 現在有年輕藝術家 用繽紛粉嫩的色彩 還有可愛的插畫主題來捐印年畫 新世代的創新年畫 讓傳統的農曆新年更天喜氣 先是用黑色鉛字筆描稿 再來是上色 可愛的綿羊插畫和傳統年畫很不一樣 這是年輕藝術家徐孟山的喜陽寧春 以前的那種傳統圖案會讓 有時候會讓人家覺得有點距離 可能像我們年輕人一樣 所以就會覺得說它距離太遠了 那我就想要嘗試改變它 讓它去畫得讓它看起來可愛一點 可以讓我們這些年輕人 會覺得很容易親近 像我用色的話就喜歡 比較稍微有一些鮮豔 然後粉色性 顏色的話就除了 雖然是會也有紫色 可是我就不會讓它是那種 就是大紫的那一種 就可能就是會帶點粉的紫這樣子 連續兩屆入選年畫作品 徐孟山以可愛的生肖 搭配寓意吉祥的圖案 開創夢幻卡通式的年畫風格 將完成的手稿製成模板 一板一色 藉著調色捐印年畫 像這樣混合兩色的做法 需要經驗豐富的師傅親自操刀 經過13次的上色 年畫喜陽寧春就完成了 有別於色彩繽紛的現代年畫 以黑墨板印在大紅色紙上的門神 這是徐孟山的父親 也是知名版畫藝術家徐明峰的作品 門神的圖案 就是那個勤窮一字工 那現在來講 我會就把它加上文字 吉祥平安 這樣看起來就是說 掛載在我們的家裡就會比較現代一點 徐明峰的木板雕刻 反映年畫 曾連續六屆獲得年畫首獎 傳統年畫圖案反映民俗文化 而近年來 他也逐漸脫離就實風格 加入現代元素 我們要做傳統的圖案 或是生像 我們講奢生像 要跟現代 什麼叫現代 現在就是我們生活中的 什麼的元素是在我們身邊的 比如說電腦手機 也可能就是納入在我們創作的題材裡面 只是說你怎麼把它變成 比較花俏一點 徐明峰的藝術創作跳脫版畫格局 他以油畫 漆畫 創作一系列 符合美材式的抽象畫 渲染的色彩極富失意 那我也不強調以 板畫為板畫 我也想把板畫的元素結合 符合美材 所謂符合美材 我也許也可以把這個板 就直接刻完 我就不印 直接上顏色 也是作品 那個彈性就大一點 傳統版畫有多變的藝術風格 而父親徐明峰的作品 還有女兒徐孟山可愛的創新年畫 延續民間傳統增添節日喜慶 雷 嬌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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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